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3月11日启动了对约25万0712辆本田Inside和本田Passport汽车的初步调查 原因是这些汽车在无意中启动了自动紧急制动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报告称 缺陷调查办公室收到了46起投诉 其中包括三起撞车或起火事故和两起受伤事故 紧急刹车问题影响了2019至2022年款的混合动力汽车本田Inside和本田Passport SUV 据悉无意中激活自动紧急制动系统会增加碰撞的风险导致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近年来美国多地发生的枪击案都与非法改装全自动武器有关 这些武器和普通枪支比起来杀伤力更大 导致美国枪支暴力加剧 美联社3月10日报道称 去年11月在俄亥俄州新新纳提示 一名11岁男孩在离家不远处被人枪杀 枪手使用的枪支在极短的时间内连发22枪 该案件调查人员称 案件中枪手使用的正是非法改装的机枪 美国警方表示 人们很容易通过3D打印或网络订购小型转换装置 将合法的半自动武器改装成非法的全自动机枪 据报道 3D打印机制作这种转换装置的时间约为35分钟 网购价格不超过30美元 并且枪支改装起来很简单 阿拉巴马州 加州 德克萨斯州等地发生的多起大规模枪击案都和非法改装枪支有关 美国酒精 烟草 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2017至2021年期间 警方收缴此类装置的数量上涨了570% 尽管目前美国联邦法律将此类改装枪支视为非法武器 但许多州并未有针对性的出台具体法规 奥斯卡颁奖典礼3月10日在洛杉矶举行 备受期待的传记片《奥本海默狂扫》最佳影片 最佳男主角 最佳导演 最佳男配角 最佳原创音乐 最佳剪辑和最佳摄影七大奖成为最大影家 最佳男主角奖由爱尔兰演员基里安·莫菲获得 好莱坞女演员爱马斯通则已可怜的东西丰厚 导演克里斯多福诺兰凭借奥本海默获得他的第一作 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此前他已获得金球奖 英国电影学院奖 影评人选择奖 美国导演工会奖等多个重要的最佳导演奖项殊荣铁侠的扮演者 小罗伯特唐尼也通过在奥本海默的演出获得其生涯首作《小金人》 英国导演乔纳森·格雷泽以利益区域拿下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 新闻纪录片《马里乌波尔的20天》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此外 日本动画片《苍鹿与少年》获得最佳动画长片 肯新顿宫3月10日在英国母亲节释出凯特王妃与三名子女的合照 却被发现其中有近20个细节透露照片可能经修改编造 美联社 路透社 法新社 英国联合社等大型新闻通讯社及共图服务平台 昨天起陆续撤回照片 英国王室发布凯特术后的首张官方照片 本来希望减少各界对其病情的忧虑 但以外掀起辟图风波 有媒体指出 凯特女儿夏洛特公主的袖子是一个显示出操纵行为的区域 她左手的红色袖子似乎少了一块 另一疑点是凯特模糊的右手 凯特11日透过社群媒体X表示 一如许多业余摄影师 她确实偶尔会尝试修改照片 为家庭照引发公众纷扰致歉